一樣連到我們雲端上,請各位大家做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題目檔 這個題目檔,一樣從上面你把它下載下來 裡面一樣會有總共大概10道題 總共分成兩類 然後會有10道題 跟Excel是15道題,這邊是10道題 但是因為我想我們到期末以前 要把這10道題全部講完,可能性應該是不太高 所以沒關係,反正我們講到哪裡 講到 畫面沒有切嗎 第一個就是請各位先把這個題目下載下 裡面的話你就直接把這個 這個上面的箭頭點一下 裡面的話總共會有10道題 我把它放桌面上 記得自己再把它解壓說 第二個就是那個題目部分 題目部分的話大概就是點擊開來 各位可以看到了 當然這個題目裡面總共會有6類的題目 123456 不過呢 我們當然 這個6類題目如果全部你都把它弄熟的話 你到坊間有這方面的證照 這是也是證照考題的這個題目 那因為我們大概就 第一階段 因為它總共分成 三個階段考 三個label 那我們是第一階 第一階的話只要考1跟2而已 如果你第二階的話 你就是1234 那如果是第三階的話呢 那就是123456 總共 不過第一階段它當然大部分都考雙數題 第二階好像也是只有考雙數 不過第三階是全部考 所以如果第三階的話 是總共 六十題 你要把這六十題全部做熟 然後去參加考試 參加考試 那考過之後 它會頒發一個證書給你 不過理論上 如果你可以拿到這樣的證書 我想 應該也不太需要再給你什麼考試 因為能夠通過這樣的考試 應該理論 因為有經過第三方公正單位幫你考過了 所以一般其實在面試的時候 通常也不太會去再問你這些東西 因為 我覺得 至少有人幫你簽名蓋章背書過來 至少 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而且說真的 我也參加過這樣的考試 他在一個小時裡面 然後要把六題做完 一個小時要做六題 每一題 幾乎都要熟到已經 熟到一個不行 才可能通得過了 為什麼你的手一直在動 一直在動 你也沒有辦法去思考 才有辦法考過 那你可想而知 你會要多熟 所以 當然這東西 其實我講過 技能 跟一般的那個學問 是不能畫上等號的 那學校 比如說像一般的 普通大學就比較 是屬於學術研究機構 他不一定是標榜技能 那技能是什麼 技能就是反正 我比你熟 我比你還要 練習的更多 那我的技能就高於你 那跟學問其實不一定是相等的 反正我就是比你熟就對了 像那個什麼 一個像李寶春 是 吳寶春嘛 對做麵包那個師傅嘛 他實際上 他 功課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呢 他就是不斷練習 不斷練習 把麵包這個技術做到 非常的 熟練 熟能生巧之後 拿到世界冠軍 回來之後的話 他可以 也另外有自己的發展 不過這部分的話是需要一些毅力 他在不斷不斷不斷練習 那為什麼可以在某部分東西上面 比別人做得更好 那當然是 這個是需要花很多時間的 這個背後 其實當然 我覺得你們也要慢慢 自己要找到一個方向 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是很 需要一些 找到自己的一個誘因 培養他的興趣 那你有興趣之後的話 你就會很有熱情 那你就會呢 有點像發奮忘食吧 你就會熱以忘憂啦 就是不斷的去 去去去去做啦 像我自己也考過 蠻多證照 我的證照 章數應該也超過30章了 那有一段時間就是 反正感覺好像考證照 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 那為什麼 因為感覺 就花了一段時間 然後呢 你就去 考考下來 就一張 那感覺至少呢 你在這方面是 被 肯定的 尤其是 你如果非本科系的話 你又被非本科系 那你 你要用什麼東西 可以讓 本來的他的 本科系的那個領域的人 肯定你 比如說他為什麼要 我覺得邀請你去 他們那個領域裡面 比如說像我最早 教程式設計的時候 居然是某個 科技大學 某個學校的老師邀請我 去到他們學校去教他們 學生 某部分的程式設計 我剛開始覺得 還蠻訝異的 不過至少也被肯定 為什麼 因為我 一方面是證照 我也拿到 另外一方面 也 那個 證照單位 邀請我去幫忙 他們做一些 審題命題 的工作 慢慢的 我覺得 反正就累積 然後呢 有一些熱情 慢慢 至少會得到一些 肯定 你要怎麼樣 透過第三方 公證單位 來肯定你 而不是說你自己肯定 很多人說 我自己很厲害 可是說真的 叫你做 你還真的做不出來 那怎麼辦呢 所以 最好是 是比較客觀的 當然學校的畢業證書 也是一種客觀 的一個認證 方式 因為你們 大學 四年 或者五年 畢業的時候 他就是給你一張紙 我講過A4的紙 上面就是校長幫你蓋個章 簽個名 還有院長幫你 那個 簽個名 蓋個章 那 頒發一張證 表示說你在這個 這個地方 曾經努力過 不論你是學士啦 碩士或者博士也是一樣 就像我博士畢業的時候 我也是拿到一張紙 其實我拿到那張紙 我感覺奇怪 怎麼跟學術的 感覺好像 差很多 後來我才 回想起來 我發現 其實最重要不是那個結果 應該是那個過程 你要去享受那個過程 然後 我覺得很多東西 不是只有一張紙去認定 最重要是你要怎麼用 其他方式 慢慢 多元的去肯定自己 才是對的方向 而不是說你今天 你 畢業了拿到這張證書 就一定會 有 有工作 或者有很好的出入 我想 不太可能 然後 你還要經過很多很多的磨練 才有辦法 有更好的機會 我想這部分的話 跟各位分享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我們這門客 能夠學到什麼 我想大概就是 先跟各位 講一下 大概的一個方向 總共會有這些 第一類跟第二類 那裡面的話 我想我們 你也不用想說 一定要學到多少 基本的功夫有哪一些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Photoshop 基本工具的應用 所以請各位 等一下 因為我不可能說 每一個 巨細迷的跟你講 哪一個功能做什麼用途 但是呢 慢慢的你要了解 這個Photoshop裡面的基本 包含就是什麼 它的一個 檢視文件的技巧 還有怎麼樣去選取 顏色 怎麼樣去做基本的編修 還有基本的選取技巧 選取技巧 還有填滿工具 擦除工具 等等這些 相關的工具的 使用方法 第二個就是說 我可以 從第二類 就是第二類題目裡面的話 是樣式運用 跟特效製作 那裡面有像塗層 濾鏡 液化 還有 快速遮色片 或者是顏色的取代 還有就是混合模式的基本運用 等等有這一些東西 那我們大概 這兩類題目 不過可能在期末 時間如果不太夠的話 恐怕大概就 第一類為主 如果後面時間夠的話 我們再講 第二類部分 那請各位 等一下呢 做幾件事 第一個 先下載那個 這個 了解一下題目 題目部分的話 我講過 雙數題 所以 也許 等一下 我們會先有一個 基本題 再來就是 102的這個題目 送春 裡面的話 基本上會給你 一些 就是 需要的 塗膽 然後呢 要你去把它做出 需要的 的 的部分 他這個地方包含幾個 就是像這個 這個應該是黑白的 如果真正的圖形的話 背後有個背景圖 這個背景圖是你要自己做的 有沒有 用漸層工具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吉祥 這個叫 這個叫吉祥物 這個是從別的圖呢 做什麼 做去背 所以 好像最早同學問到我說那個 Photoshop會不會學到去背 那肯定是一定 這個是一定要的 因為 去背 我想是所有影像處理工具 最基本的 所以 如何 把一個吉祥物 從另外一張圖 去背之後 再放到我們的背景裡面 那另外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送春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呢 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而且是要重疊的效果 另外還有什麼 新年快樂 所以基本上 如果蓋花起來 這一題 大概就是 四題的份量 一個是背景 一個吉祥物 然後一個送春 再加上新年快樂 所以會有四個題目 實際上就是把這四 四個東西做出來 就是一題 OK 然後 這個是題目部分 你們可以直接從這邊把它下載 這個 這個 這個題目檔 下載之後的話 基本上 這個題目檔在這裡 把它下載下來 把它解壓縮 然後 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找到 這個 題目的 102 再解一次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 打開來之後的話 裡面 因為我這一台有看到副檔名 他這個副檔名 如果是TIF有沒有 TIF的話表示說這個檔案呢 已經合併了 他也就是 這個是一個完成檔 這個所謂完成檔 就是說呢 他這個檔案呢 是已經 做出結果 出來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把它打開的話 他這個地方 是一個塗層而已 他沒有辦法再做編修了 也就讓你知道說 做完我要長得像這樣子的 一個檔案 所以是一個TIF檔 他已經 沒有辦法再做編修了 一個結果 那如果說 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要去作答的話 這個裡面 會有一個 會有這些檔案 是他會提供給我們 包含一個 JPG檔 這個JPG檔的話 他是 以後用來做什麼 去背用的 所以你必須自己建一個背景 然後把這個吉祥物去背 去完背之後放在背景裡面 另外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是 PSD01 這個是一個送村 那這個送村的話 實際上他是黑色的 可是呢 題目裡面要求是 他要你 把它做成黑跟白重疊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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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制打的效果 最後還有什麼 新年快樂 那個新年快樂是自己要做出來 就是你要做出那個菱形的黃色 有沒有這個菱形的黃色 有沒有拼湊起來 送村要長這樣子 那新年快樂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自己去做出那個菱形 然後再把 字打上去 所以會有四個部分 你要一個一個部分把它做出來 好 所以 這個難度恐怕蠻高的 那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具細迷移的 先跟各位 一個一個講解 不過各位可以 等一下先做一件事情 先了解一下 Photoshop的一個環境 那特別注意喔 Photoshop環境 你要了解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游標放上去 他就會告訴你 這個工具 它是什麼作用的名稱 那基本上 這些就是將來我們會用到的 包含就是移動工具 那什麼叫移動工具 如果你要移動 圖層 或移動物件的話 都可以透過什麼 移動工具去幫我 把這個 就是物件啊 或者是圖層做移動 另外有所謂的選取工具 那特別注意喔 選取工具 或者是其他工具喔 它其實都有隱藏功能 那什麼隱藏功能 因為它那個圖 如果把所有的工具 通通放在 外面的話 其實會 非常的繁雜 所以 在早期的 Photoshop開始的版本 你只要看到它的右下角 會多出一個什麼 一個 好像那個 一個角 那表示說呢 它裡面還有隱藏 很多的功能 在裡面 所以裡面比如說包含選取工具 它就包含矩形的 跟橢圓形的 還有什麼水平單線 垂直單線等等這些功能 那我想至少 你們要先做的就是說 先把Photoshop環境打開 接下來 接下來 把這裡面 大概有哪一些功能 至少稍微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 我們會先用一些簡單的範例 先跟各位做一些 預告吧 那裡面的話 那我們環境基本上就是在所有城市 裡面的這個 記得找到 Adobe Design And Web Premium 這個 裡面的 這個CS 特別注意 還好我們這邊的版本不會太舊 我們是CS6 記得你重新啟動的時候 請注意 應該要選的是 好像WIN7的吧 你找XP好像沒有 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OK 這裡都好想各位 先試著把那個 相關的 這個環境 先稍微了解一下 第二個是 把那個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那個題目檔 還有就是範例檔 先把它下載下來 那 待會的話 我們 這個課程的順序 基本上就是從102開始 在講102之前 我會先講一題比較簡單的 好